蘇州古典園林 很高興 謝謝大家 因為時間比較緊 我就直接奔主題 關前面 我先講一個概述 蘇州古典園林是中國園林藝術的傑出代表 他其實是作為私家園林的傑出代表 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珍品 他在1997年被聯同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我今天要講的是九座園林 他是蘇州古典園林的典型例證 因為蘇州古典園林 他有很多很多 歷史上最高的時候達到八百多座 那麼現在呢 我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共有九座 1997年列入四座 2000年列入五座 這個我在下面都會展開講的 那麼他就是以藝術的 自然的與哲理的完美結合 成為人與自然相和諧的這樣一種典範 這個是我今天講的概述 那麼教科文組織呢 就在1997年 對我們四座古典園林 當時是作為典型例證的 卓振園 劉園 網絲園 和環銹三雙 做了一個評述 就是蘇州的四個古典園林 這個四個典型例證 它是中國風景園林設計的傑作 藝術 自然與哲理的完美結合 創造出了驚人的美和寧靜的和諧 這是它對第一批園林的評價 這個大家有興趣的話 待會兒我PPT可以考給大家的 不用那個花式解析器論的 然後那個2000年 我們又列入了五個 是蒼浪廷 獅子林 偶園 藝补和褪絲園 那麼它是這樣評價的 沒有哪些園林 比歷史名城蘇州的園林 更能體現出中國古典園林設計的思想品質 至此之內再造乾坤 就是強調的小中建大 蘇州園林被公認是實現這一設計思想的典範 這些建造於11世紀到19世紀的園林 實際上蘇州園林 它的發展的脈絡和蘇州古城 一脈一脈的2500多年的歷史 從吳王和呂的父親授夢就開始 但是就現在能夠完整流程下來的 就是它是從11世紀開始的 所以它是這樣確認的 以其精雕細琢的設計 直射出中國文化中取法自然 又超越自然的這樣一種生存意境 蘇州園林他強調的是 人與自然相和諧這樣一種意境 所以它是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 然後我就講一下這個起源 就全世界的園林它的起源是一樣的 都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環境的憧憬與向往 它的發展就是來源於人類天性當中 對所固有的對美的追求與探索 這個是不管是東方的西方的歐洲的美 都是一樣 那麼世界上因為各個民族對美的理解不同 所出的自然環境地理環境也有差異 所以就產生了各種不同風格的園林 那麼世界園林體系的把它分為三個體系 1954年首先就是國際園景建築家聯合會 在維也納召開的第四次大會上的 英國的造原寫家傑里克 他第一次把這個園林分為 中國體系西亞體系和歐洲體系 那麼中國體系的特點就是閃點布局 自由靈活布局一格 它顯示的是自然之美 是人與自然的親近與融合 這是東方園林的典範 第二個是西亞體系 西亞體系現在流傳的不多 它就是主要當時是在兩河流域 就底格里斯河 又發拉底河 這個兩河流域 它是方質的規劃 齊整的栽質 就是植物的栽質非常齊整 我們蘇州原林都是不規則的 它是非常齊整 包括水區 就是太極林是非常典型的 這個一個十字型的水區 它的園林風貌就是嚴整 它的特點就是嚴整 那麼這個風格被阿拉伯人所繼承 成為伊斯蘭園林的 那個主要的傳統 那麼我們一般講的西亞體系 就是指巴比倫 埃及 古波斯 還有伊斯蘭 那麼我這裡舉的例子就是一個 最典型的 現在已經不存在的 巴比倫空中花園的 它是一個想像圖 這是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典型範例 那麼第三個就是歐洲體系 歐洲體系強調的是 人對自然的征服 它是軸線對稱 幾何圖形 著重顯示規則的人工圖案美 就是體現人類對自然的征服 非常有秩序的 這個 法國的風塌白日公 大家知道這個裡面有很多 中國古代的伏墓 還有那個 那個巴黎的那個巴爾塞花園 它都是體現的這樣一種美 那麼下面我就講我們 這個前面是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體系 下面呢我就講這個中國園林 中國園林呢 那個中國的園林專家 張家綺先生在中國造園人裡面 給他一個明確的定義 園林是以自然山水為主題思想 其實這個園林前面應該要加個定義 就是中國園林 中國園林是以自然山水為主題思想 以花木水石建築 我們一般講的就是山水建築和花木 這個這裡的山有的是用泥土體現 更多的是用石頭體現 它是園之骨 園的骨架 水是園之脈 就是那個園林當中的血脈 它是這樣體現的 就是四大要素 山水建築和花木 以這個四大要素作為物質表現手段 在有限的空間當中 創造出視覺無盡的 它雖然我剛剛講過小中建大 它的視覺是無盡的 你可以意會 它視覺無盡的 因為它有水源 所以它是視覺無盡的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 這樣一種環境 這個是張家綺先生 對中國造園論的 裡面的那個一個定義 那麼園之後來到 童俊先生 他是那個 也是非常著名的園林專家 他對江南園林有特別的認識 他的理論達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這個是當年 就是南京工學院的那個 童俊教授 他對園林呢 就那個園字 園林的園字 用這個繁體字來解釋 園之布局 雖然變幻無窮 但是道理是非常簡單的 全部含在這個大寫的園字裡面 那麼它是怎麼解釋的呢 最外圍這個園 園字的那個框架 它是圍牆 園林都是高圍牆的 然後上面一個圖字 它形式烏域 可以代表平台樓和屑 代表所有的建築 中間這個扁的口字代表祠堂 也就是代表水源 然後這個字我沒有辦法寫 就是有點像代表的袋子 最下面這個是代表植物的 就整個這個園林 也包含了我們園林的四大要素 然後中國古典園林 與中國其他園林相比 所以蘇州古典園林 與中國其他園林相比 它也是有點差異的 由於全中國各地政治經濟 文化背景 生活習俗 地理氣候條件 也是有差異的 就像中國和歐洲 西亞有差異 那麼蘇州和那個黃河流 長江以北 包括更北的 也是有差異的 那麼我們就把它分為 中國的園林分為三個字幕 一個是江南石家園林 一個是北方皇家園林 還有一個是嶺南園林 嶺南園林可能是民主稍微低一點 但是它也是成為一個流派 它和那個盆景裏面的嶺南流派 也是有和分的關係的 那麼蘇州古典園林 是江南石家園林的代表 為什麼它能夠代表江南石家園林 我這個下面要展開的 那麼北方的皇家園林是 北方的皇家園林 它兩個典型立正 一個是北京的怡和園 一個是承德的地鼠山莊 這個是北方園林的兩個 它和蘇州的卓振園和流園 並稱為全國四大名園 那麼嶺南的四大園林呢 就是廣東的 廣東的那個余英山 清徽園在順德 東莞的河園和佛山的那個良園 這個是廣東的 那麼江南石家園林 就是 除了蘇州 其實 無錫也有比較少 揚州也有一點比較少 那麼最精緻的 最被全世界認可的 那麼都在我們蘇州 它的特點是自由小巧 無譜淡雅 還是剛剛講的 追求的是 人與自然相和諧的 這樣一種人居環境 北方皇家園林呢 它是 宮殿嘛 所以 棍模宏大 富麗堂皇 它是追求一種 鋪緊裂袖 錯彩樓金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紫禁城 它的顏色就是 醬紫色 金色 而我們蘇州園林的點心 色彩就是粉牆帶碗 這個是色彩上的明顯的差異 嶺南園林呢 它是因為 廣東靠海嘛 它已經有一個海外文化的 一種 就是有海外文化的影響 所以它是絢麗多彩 風格比較是千巧和繁榮的 這個是嶺南的特徵 那麼今天我們要講的 三個主要的內容 第一呢就是 蘇州古典園林 是中國園林所的傑出代表 為什麼它是傑出代表 第二個是 蘇州古典園林的造園藝所 這個是我今天的重頭 第三個就是 花一點 最後花一點時間 把我們九個世界文化的 五三園林 簡單的做一下介紹 那麼首先呢就是 園林是 所有的藝術 我們都來自於民間生活 古典園林也一樣 我們名念就是 江南園林假天下 蘇州園林假江南 這個就是代表了我們園林 產生的它的一個土壤 那麼歷史條件 蘇州園林產生 為什麼產生在蘇州 它是有各方面的條件的 第一它與兩千五百多年的蘇州古城 它這個 是基本是同步的 那麼 那麼現在仍然有 李子 就是吳王 夫叉 管瓦姑 河呂的 管月池 還有那個 河呂的父親 授夢 最早的那個夏家湖 夏家湖已經沒有遺跡了 但是古書上面的記載非常清晰 圖子還是有的 那麼蘇州這個地方呢 經濟比較發達 歷史上面沒有經歷過重大的戰爭 所以文物得以比較完好的保存 那麼千百年來的造園實踐呢 形成了蘇州園林的這樣一種藝術風格 自然地理條件也是非常成熟 因為太湖山水呢 是隱喻無文化的搖覽 那麼蘇州那個 一磅太湖山水 這個大環境呢 就形成了一個增山增水園中城 為什麼這麼解釋呢 就是 太湖山水它是環繞在蘇州 環繞在那個蘇州古城外圍 所以它 外面的太湖山水是增山增水 園林在這個中間 這個蘇州這個整個這個城市下面園林在中間 所以叫增山增水園中城 甲山甲水城中園 就是因為這個 整個蘇州城當中分布著很多古典園林 它都是人為的 都是人為的那個製造的 建造的 所以叫甲山甲水城中園 這個是對蘇州整個大環境的一種介紹 形象的介紹 那麼人文條件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蘇州歷史上人文悔萃 材質狀元背出 反正就從唐朝開始吧 我就最典型的就在清朝 全國49個狀元 有24個住在蘇州 當時被稱為 蘇州被稱為狀元城 第二個呢就是 無文化派 明代以後呢 無文化派對蘇州園林的影響 是非常 對不對非常大 包括那個無文化派的代表人物 沈州 文哲民 唐隱和求鷹 分別畫過各種各樣當時的那個園林 那麼特別沈州和文哲民 對那個蘇州園林的影響呢 是非常大的 沈州是文哲民的老師 文哲民直接參與了佐政院的設計 所以這個都是無文化派對蘇州園林的影響 另外呢就是能工僑匠 蘇州這個地方呢 能工僑匠被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被稱為香山幫的代表人物 所以有一個魁翔 魁翔 魁翔它就是 它最典型 它的那個典型代表作就是天安門 還有紫禁城 這個是這個魁翔作為那個 所以我們蘇州人現在那個魁翔之一 在太古流域 蘇州人到現在 對他還是非常敬畏的 這是我們香山幫的代表人物 以魁翔為代表的那個香山幫 他們沒有什麼文化 但是他們的手就是非常巧 奎祥传说就是明代皇帝把他请进紫禁城以后 要他拿出一个绝技来 让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展现一下你的绝技 奎祥他可以左右手同时画龙 画了以后这两条龙合在一起是完全吻合的 这不是奎祥的绝技 这个在紫禁城的那个清宫造办处里面 有明确的档案 因为我们知道明代的历史史清在写的 所以清宫造办处里面有明确的关于奎祥画龙的状案 以至于皇帝对奎祥喜爱到什么程度 他有一天喝醉的酒就闯进王宫 一般人肯定是要杀佛的 但是皇帝问了一下这个闯王宫的人是谁 说是奎祥马上就无罪 就是到这样的程度 他对当时紫禁城建造的功劳 然后发展脉络 发展脉络就刚刚讲的 溯源与春秋 现存的孤苏塔还管瓦坞一直都在 都是春秋时代的云王的两个 当时他的不是十家园林 他当时光皇家的苑游 然后发展于靖堂和五代 最典型的是顾皮江的辟江园 还有我们苦秋三寺 当时是叫云延寺 繁荣与两宋 那么现存的叉浪亭是典型的宋朝的园林 往事远是建于南宋 但是后来历史上有一些毁坏 那么王思源 他是在南宋的遗址上 在清朝重建的 世子林是在元代 那么 写错了 不好意思 这个写错了 上有天堂 这个写错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行 这写错了 写错了 写错了 不好意思 上有天堂 下有苏行 也没错 这个也没错 这个信息写错了 没有错 没有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上有天堂 下有苏行 这句话 民俗业语 就是在南宋开始在苏州流传开来的 那么顶峰是明清 顶峰是明清 为什么会形成顶峰 就是我刚刚讲的 乌鸣拔牌 对它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留下来的 这个卓振园 刘园 义浦 偶园等等 所有最精致的原理 都是在明清时期的 后来曹雪芯说 红尘中一二等富贵丰柔之地 也是说的这个 待会我后面还要讲到 最著名的卓振园 他在清朝的康前年间 曾经被曹雪芯的舅舅玉西买去 所以曹雪芯在卓振园生活过了一个阶段 卓振园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红楼木鱼的影子 我相信会讲到 那么杨廷华先生和佟振先生 在苏州古典园林的序里面 苏州古典园林这本书是刘敦生先生写的 1956年写的 那么在这个序里面他就讲到 苏州古典园林 均催于江南 重点在苏州 大小元素 数量之多 艺术造诣之今 乃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区所少见 他这个话是在五十年代就说了 那么历史证明了 现在我们苏州有九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是没有的 也是无一无二的 下面我就讲那个古典园林的造元艺术 刚刚讲过构成要素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山 山它是园林的骨架 第二是水 园林的血脉 第三是建筑 建筑被称为园林的美墓 为什么美墓呢 它是一个画龙典型的 建筑它从来都不会是足景 但是每一个景色 主要的景观都少不了它 如果少了建筑就不成景 植物 植物它是体现四季的迹象变化的 苏州园林四季不同 成分不同 这个春夏秋冬 植物的色彩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它被称为一式 我们知道我们女同胞那个买涂商 也会强调各种色彩 那么这个植物在园林当中 就是体现了四季不同的色彩 那么我们先讲一讲 山石园林的骨架 因为是甲山 所以它需要叠 叫叠山 以甲 尼真 甲山园林当中本来是没有山的 它是用石头和土 特别是石头 堆叠而成的 那么叠山的依据标准是什么呢 它就是大自然的 我刚刚讲过的 它是小中建大 与自然相和谐 它一定是模拟增山 那么要求就是严然增山 是否千里 外师造化 以天地自然 只增山为实 一定要按照增山的形式 那么用才 用才用得最多的是太普世 太普世怎么样观赏太普世 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太普世看不懂 怎么样的太普世好看 怎么样的太普世不好看 太普世它是跟其他任何的石头 林碧石啊 坤石啊 鹰石啊 跟所有的这些石头都不同 所有的石头 它都可以用原味 给它加工一些形状 唯有太普世 它必须使太普世 自然冲击而成的 那么冲击成 什么样才算美呢 历史上有过很多标准 那么现在我们公认的标准呢 就是米符 襄阳 米襄阳 它所总结的四个字 漏 瘦 透 瘦 漏 就是这个太普世 它中有很多动序 已经穿透了 那个瘦 漏 这个是漏啊 漏是穿 透 透呢就是 这个太普世 你可以四面观赏 你可以围着太普世 四面观赏 如果这个太普世 只能两面观赏 它就第一个档次 如果只能一面观赏 又第一个档次 现在因为用得多嘛 很多石头 它已经冲击不到 四个面都能观赏 就已经被人工打扰起来了 已经被利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 真正能够看到 漏瘦 透走 同时具备的太普世 还是比较少 咒 这个 直接 这个感官上就能看到 它是冲击的痕迹 那么咒呢就是说 苗条的太普世 比粗壮的太普世 要来的审美上 也是上有档 价格上也是比较昂贵一点 那么太普世的堆顶呢 有几种 一种就是像我们右边 所看到的一封独立 这个一封独立呢就是说 它只要在合适的地方 一块封树上去 不需要任何 任何其他的 它就已经沉浸了 它可以在 词边 也可以在像我 这个句的历史 它已经比较高 对吧 比较高 在那带往 那么还有一种是堆地 多时堆地 就像左边这个图案 它是多时堆地的 堆地出来各种形状 那么用才之二是黄石 黄石呢 出在苏州的摇峰山 那么黄石和太普世是两种风格 它的观赏的神明标准的是 熊 旗 古和左 熊 这个就不用讲了 就是庞大 旗就是 那个形状呢 还是要有一点怪异 古 就是古朴 古朴特别是 我们用 那个为什么原理一定要 有了很多年代才好看 就像这种石头也好 建筑也好 它一定要经过岁月的抚摸 它这个东西味道才会出来 那么拙呢就是 不需要很联强 它和太普世 不一样 不需要很联强 笨拙一点的黄石 把它好看 在那个环境里面 黄石有特点 那么堆叠 堆叠呢 完全用太普世 就是堆叠的 比较多 但是也有呢 就是它和泥土 相结合的 也有单纯的土山 单纯的土山呢 它就说 当一个园林 比较开阔的时候 我们就用土山 当一个园林 布局比较紧凑 那么我们就 有的时候用石包土山 或者是土包石山 这种风格的 在扬州 比我们苏州要多 就石包土和土包石 我们有 我们在座会有机会到 扬州区的话 各园和河园 都有石包土山和土包石山 那么石山 在我们苏州是最多的 第二呢 我们讲水泉 就园林之水 雪脉 水呢 它是移少甚多 就是水不孝 瀑布这样的 就很量很大的 它也是一个移少甚多的 离水就是利用有限的水源 就我们在建园林 选址的时候 园主首先需要选择 这个地方要有水源 有水源以后 它才会把其他要素配合进去 如果没有水源的话 那它是不沉浸的 所以它是模拟大自然中 水的各种景观 江河湖海溪 各种景观都有 那么体现的是小中见大 一少甚多 那么水的美呢 有很多 灵动之美 洁净之美 虚寒之美 文章之美 等等等等 历史上很多文人 用园林山水做文章 很多古诗 我们园林很多的景 它其实就是一幅古画 或者说是一句古诗 都是来源于 就是比如说明代的文人 它借用宋代的一句古诗 清代的文人 这种明代的一句古诗 很多园林的小品 就是一个角落 或者说一组 它都是这样来的 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文章之美 我们看一下 这是灿浪亭的外景 灿浪亭它始建于宋朝 它和现存的其他书作国电影 两部一样 其他书作国电影 都是有高墙 高墙外温围起来的 灿浪亭 宋代的风格 它是因地之宜 就是外围有水源 所以它那个 我们就是 我现在看没有办法的一种 就是我们沿着 这个栏杆旁边是苏州的100医院 对面就是100医院 100医院和参浪亭 是形成借景的 然后 这个亭并不是参浪亭 这个叫玉碑亭 参浪亭是在文墙里面的 那么它就是说内外都有景 形成的这个景观叫上向天光 一笔万青 然后这个是流远 流远的可亭 流远的澎来 三本静水流者洞 这个大家议会一下 现在我这个是景观的 但是如果这个水流动一下 是不是这个景观就有不同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议会一下 这个是春天春风一吹 这卓振园的一颗很大的垂丝海棠 我故意拍了这么一个景 就是拍了它一个枝 然后春天的时候 春风一刮 是不是吹瘦一尺春水 这样一个景观 然后这个是我们卓振园的 远香堂的前面 一个祠堂 天光云影共徘徊 很明显的 这个一个 这个是阴天拍的 出太阳的天拍不到 所以我想 我们出座园林的景观 四季不同 成婚不同 阴情与血都不同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义谱 明代的园林 娱乐人也乐 全亲新共亲 这个是一句古诗 是不是 这幅画面是不是体现了这句古诗 第三个我们讲建筑 园林的眉目 建筑的设置 首先它要融入自然 它的功能是点睛 就是它是为山水服务的 它自己不是主角 不是主角 那么它的关键就是与自然相和谐 建筑与自然相和谐 比较有难度 就是要求 对我们设计师的要求比较高 它在自然山水当中 你安一个建筑进去 安得大也不好看 小也不好看 就一定要安得恰到好处 所以才会形成我们建筑的 各种各样的形状 和各种各样的风格 有的高有的低 有的远有的方 要素处理 总体布局 就是以山水风景为主 建筑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它始终是配角 那么空间上是可虚可实 可割可透 建筑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个分割空间的作用 与大自然 它要不断地沟通 不断地流动 特点是化成围林 所以我们园林里面 没有很庞大很庞大的建筑 它的形式是比较自由勃迫的 那么厅堂宣馆 楼阁亭械 廊亭 这个是建筑的我们大致 分的建筑的类型 对建筑的装修 要求就是非常精致 要求集传统文化之大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建筑里面会有很多布置 比如说扁额 比如说窗格 比如说对联 比如说家具橙色的布置 还有一些文物的展示 比如说瓷器 铜器 包括小的青铜器 还有一些古丸 包括八火架 桌宝格 都会放在建筑里面 所以它是体现了一种 传统文化及大臣的那种内涵 那么建筑的色彩 要求和粉墙带瓦相 相吻合 所以我们苏州的建筑 它都是中厄色 因为粉墙带瓦和中厄色 在一起 它和山水就形成一种红染一体的美 我举一些例子 这个是厅堂 厅堂呢 在我们原理当中 它是作为一种主体建筑的 梁架怎么分厅和堂 很多人说分不清 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什么厅 什么什么堂 什么我看字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构架上来讲 梁架扁的就是厅 梁架圆的就是堂 那么厅呢分为四面厅 我们主要的分为四面厅 鸳鸯 花蓝厅和普通大厅 这样四种 这个是我们刘原的鸳鸯 这幅图案是我们刘原的鸳鸯 这个是我们卓振元的远香堂 远香堂取名与松代文人周敦瑜的 那个爱莲梭 相远一清平平静止 这个是扁啊 这个是远香堂的那个北面 远香堂的南面就有这么一个扁 我拍了以后裁剪在上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南面比较暗 就是这幅扁是在那个里面 我这个拍的是北面 那幅扁是南面的啊 然后宣馆 宣和馆是篇幅形的建筑 体量稍微小一点 形式更加活动自由一些 这个是卓振元的南线 也叫西律仙 然后刘原的五峰仙馆 是作为它的那个 刘原的东部的一个主要的馆 也叫南木厅 五峰仙馆就是 它的庭园外 春天的景色 大家看到玉兰花 玉兰花是三月份开的 这个它是春天的景色 然后秋天它整个格局就不一样 它会很绿很绿 色彩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是五峰仙馆的内部 这块匾 这块匾不懂得清楚 拍了以后才在上面了 就是这块匾 五峰仙馆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 宫灯挡着 只能看到一个管子 它那个匾就是 五峰仙馆就这几个字啊 然后楼和格 楼和格呢 它是至少要有两层的 格比较灵活 楼呢相对形式不低一些 一般是四面开窗 一般都是比较漂亮的可以观景 也起到那个点景 点景的作用 坊呢就是一条船 那么坊呢它是有比较深的文化含义的 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到苏州出了很多状元 但是苏州历史上呢 就不出宰相 为什么呢 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苏州人 在镇子上面 一直是不行 就是到官场总是招牌击 那么当时 我们知道那个金榜提名嘛 都是到京城去考状元 考状元的时候 它是一条船出去的 它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那么出去的时候是满船诗书 它是带着满船诗书 出去考状元的 那么得到公民以后呢 它一定是封的官 然后大多数苏州园林的主人 都是官场招牌击 然后十年轻之府 那个三年轻之府十万雪花银 它出去的时候 带着满船诗书 回来的时候 这个船里面一定是带着 足够费量的银子回来 它才会有钱造这个园林 所以它这条船 在这个园林主人生活当中 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这是它的隐含的文化内涵 所以我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有很多船的 那么船呢有写诗型 也有写意型 也有抽象型 一般是分这么三种 这一条是我们狮子林的写诗型的船 这一条就是写意型 写意型有两块匾 上面一块乡舟 这个是无门画派文贞民的手笔 下面一块烟波汉船 是我们近现代 无数法家张欣家的手笔 烟波汉船以前是没有的 是后来加进去的 为什么呢 我们苏州的气候呢 慢慢的变化 就是有那种农牧天 它这个船很漂亮 看到没有 为什么会有烟波化船 就是因为农牧天 它出来这样的景 确实非常漂亮 所以这块烟波化船 是我们近现代的扶上去的扶 这个是船舱内 这个是船舱外 是不是景色非常大 再回过去 香兜 因为它旁边的荷花开的时候 整个那个船上的荷香 整个那个荷花香 所以它提名 文贞敏当时提的是乡舟 那么烟波 乡舟是画在这里上面的 烟波化船 画在这个船上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是写衣型的 它只是一个船头 船身 后面没有船尾的 但是我们知道 它体现的是一条船 然后这个就是抽象型的 这个是卓正元西部的 叫刘廷格 刘廷格第三个词 他是去刘德禅和廷宇生 因为它旁边也是荷花 但是它的景色就是在秋末最漂亮 刘德禅和廷宇生 所以叫刘廷格 我们如果不讲的话 是看不清楚它是一条船 外表上看它并不是像一条船 但是进入里面 它就是一个船舱的格局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 词者元西部的那个是写式型 这个是写衣型 这个就是抽象型 这个是烟波化船船里面 和这个游厅格 我们画一个角度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讲庭 庭在苏州园林里面非常重要 庭里面往往有很多游客 喜欢在里面停留 拍这个两张照片 我画了很长时间 等游客走掉 真的 就是除非就是你大清早 原林开园之前就进去拍 拍那个城 这两张是 就是差不多 闭源了 闭源之前我拍的 这个是游西建筑 游西建筑 庭呢是可以平 平调远方 一般来说可以平调远方 那么设置呢非常活跃 非常灵活 它可以设置在山边 这两个都是流原西部 流原西部是野区 都是设置山边 也有很多设置在水济旁 路旁 丛林当中也有 然后水中央也有 我们设置里就有湖心庭 就是在水中央的 那么形状呢 三角形的比较少 但是也有 个例也有 四角的比较多 六角的比较多 八角也有 然后形状有长方形 有正方形 有圆形 还有三形 这个流原的苏孝亭 苏孝亭对吧 这个是流原的智乐亭 这个六角 八角 这是非常典型的 网诗园的月道风来亭 这个字可能不怎么好用 月道风来去武师 月道风来水生凉 然后这个景观最漂亮的就是八月十五 我这个拍摄是春景 我们看到有一句话 这村里 后面还有月道风来亭的其他季节的图案 八月十五的时候 天上一个月亮 水中一个月亮 这个亭子里面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镜子里面还有一个月亮 月道风来水生亮 这个景色是非常好的 非常著名的 这个亭有没有点眼熟 它就是大都会博物馆里面那个半亭 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1979年那个中美文化交流 我们网诗园的西部的那个殿村营 搬到大都会博物馆 一比一的比例完全的在那里 我前两天刚刚去看了 就是保存得非常好 这个亭叫冷泉亭 因为其实 它冷泉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角落里面有一波池水 这一波池水是 中央年照不到太阳的 所以被称为冷泉 为了配合这个意思 我就用了这个雪景 显一下冷泉 这个是卓振元著名的扇村 就是这个亭子 是不是像一把扇村 卓振元分东部西部中部 这个西部 西部的主 卓振元的东部和中部 都是明朝建立的 明朝建造的 1509年首先建造的是 中部明朝正等年间 然后1635年明朝崇祯年间 造了那个东部 西部比较晚 所以西部又叫补元 补元的主人叫张呂全 他是山东商人 当时他们家是靠扇子发家的 所以他正好书座原理当中 又有扇庭这个形状 所以就造了这个扇庭 这个扇庭也叫与谁同坐先 他是取书中或者是 那个庭子非常非常小 所以里面坐的人很少 然后这个主人他也是提醒 他是一个乳商文人 体现一种斯大夫文人的清高 借用书中坡的诗 与谁同坐 这么小与谁同坐 只能我一个人做 与谁同坐 与谁同坐 明月清风我 这个是书中坡的诗 体现一种误我交融的境界 然后狼 狼在书座原理当中也非常重要 非常多类型 他是联系各个景点的脉络 划分空间 组合空间 增加风景的一种景深 那么有半郎 有空郎 有回郎 有楼郎 还有爬山郎 水郎我们也叫林波郎 还有富郎 这个就是典型的富郎 对吧 这个宗族 两边的富郎 然后卓正元的柳音路区 他这个 左车元的那个羊柳在春天 是那个很漂亮的 那么这个景色已经是初夏的 所以我就直接拍了这个狼 就在这个狼的各个角度 春天都能看到那个羊柳 随风飘 旁边是有桃花 有樱花 然后那个景色很漂亮 所以这块点叫 这里不怎么看清楚 我拍的放在上面叫 有樱路区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空郎 然后这个是刘园的爬山郎 刘园的爬山郎 刘园的爬山郎 不是很漂亮 不是刘园最特殊的景观 我为什么要拍它呢 著名的295幅刘园发帖 在这个里面 有成画隔帖 有王羲之 王献之 那个父子的那个 那个 寿书 所以我 还有董奇昌 很多著名的历史上 很多的那种画家 所以我拍的这个 他那个爬山郎 爬山郎旁边 就是全部都是那个 把帖 然后伴郎和回郎 这个是伴郎 看到没有 有一半 一半是墙 一半是留住 这个是回郎 回郎一般 就是 因为它都是私家花园嘛 原来都是居住和旅游 两个空间 住宅部分 它是有回郎的 那个 休闲部分是没有回郎的 回郎一般都是暗道 所以我拍的是光影 只有 只有通过光影 我们才能看到回郎 没有光影的话 回郎拍出来是黑黑暗暗的 最后我们讲植物 植物呢 就是自然配置 植物和中国古典画论 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它是山的毛发衣饰 山水如果没有花木呢 就没有美感 那么花木的功能呢 它是描写生态环境 体现迹象变化 融会在山水景象之中 自由种植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就是西亚的和欧洲的 绝染不同 西亚欧洲有的是公责 有的是对寸 我们这个就是自由 自由种植 清清点点的 有的地方只有一刻 有的地方有一组 有的地方就是有一些配置 我们不加任何的 人工整形 近期天子 不排列成行 这是中国园林的 特别是书州园林的特点 那么功能呢 就是装点山水 这个它的 就是在园林当中的实用功能 装点山水寸托建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比如像竹子啊 特别是绿色的啊 竹子啊 芭蕉啊 它把这个建筑 挡掉一个角的时候 会特别漂亮 那么宣扬色彩 做出迹象 我下面有很多案例 它还有人文内涵 君子彼得和民间的俗意 下面看实例啊 梅花 梅花是传统文人 非常喜欢的那个 隋坛山友 四君子都有它 这个是王氏园的红莓 这个是流园的辣莓 红色和黄色 已经体现出这个 迹象变化了啊 色彩了 这个是我们偶园的玉兰 白玉兰和紫玉兰 我们书州园林有很多种玉兰 但是大的类型就是 白玉兰紫玉兰和二乔玉兰 二乔玉兰就是一半 一半是白的 一半是紫的 玉兰在园林当中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它是吉祥的意思 它自己没有单独的意思 但是它如何其他搭配 玉兰画 往往这个庭园里面 一边种植玉兰的花 旁边一颗就是绘画 绘画是我们知道 黄色金色 它一个是春节 一个是秋节 然后体现的是金玉满堂 还有的是一边一颗玉兰 一边一颗海棠 它叫玉堂富贵 这个是往事严的二乔玉兰 这个是往事严的二乔玉兰 你们看到 下面半斗是紫的 上面半斗是白的 二乔玉兰 明慧品种 这是我们的玉兰王 然后海棠 这个四个字看不清楚 叫海棠春屋 这是我们卓尊元 中部 明末清初的时候 造的 海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 体现爱情的象征 那么 这个叫海棠春屋 我们看 这个两颗海棠画 下面的铺地也是海棠的图案 它 这个一面 就是 对的一面 是一个很小的 宣馆 宣馆上面的 窗林的图案 也是海棠图案 就我们建筑和 植物和枯地 都是文和主题 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著名文人 前千亿 为柳如寺所造的 柳如寺 当时在这里生活过 荷花 体现的是出污泥而不染 荷花是我们佐证园的 这个 圆花 然后 株子 体现的是 刚直不阿 刚直托福 文人都喜欢株子的 因为 一个是 竹子当中 是空心的 体现的是虚心 就文人谦逊 这个虚心 我们这个建筑叫做 竹外一枝仙 但是它这块东西 这里竹外一枝仙 这是建筑的 外面是一条半廊 然后这里有一个圆门洞 这个竹外一枝仙 就挂在圆门洞这里 圆门洞这里 所以在这个光影变化的时候 拍了一下这个竹外一枝仙 大家能不能隐隐地看到那个光影的流动 松柏体现的是古雅和长寿 这个是我们留言的 这个叫家禽洗雨快雪亭 就是完全体现的是和大自然的融合 家禽晴天很好 洗雨下雨我也很喜欢 下雪我也很快活 家禽洗雨快雪之亭 那前面一颗松柏 然后造元首法 造元首法就是明朝这个继承是一个造元家 他的著名的圆业 被全世界的圆灵界 认为是圆灵界的圣经 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虽游人作 晚自天开 那么我们下面有借景 对景 以时造景 移步换景 豫阳先矣 小中见大 等等 我就时间关系要向你讲案例 我就从 就刚刚所有的那个造元首法 我就结合我们九个世界文化遺产来讲 卓正元他是建于郑德年间1509年 刘元晚一些明朝万里年间1593年 王思元初见是南宋晨熙 那么后来呢 这个历史上面王思元他的那个主人 后来家道败落了有些损坏 一直到清朝以后宋中元作为他主人 以后再对他有一个完整的重见 在那个格局都是一样的观点 原来跟完全一样的 环秀山双是万里年间 这个是我们第一批 1997年月入国化遺产的第一批 下面五个是第二批2000年 这个是在那个 意大利 这个是在澳大利亚 教科文大会上 昌浪亭是最早 现存完整的 是最早的 是北宋的庆礼年间 施子林是 他是一个寺庙圆明 当时是那个 禅师 中风禅师所造的 自诊圆年到自诊二年 就从1341年 到1342年 两年之前的寺庙圆明 这个意图是1541年 家庭民家庭年间 偶原是清风正年前 这个退诗园 不在苏州市区 在吴江 他比较晚一些 那我们先看左证园 左证园 这是一个著名的借景 就是左证园 北边是北市塔 就是东西 它是在一条线上 北市塔是三国的时候 孙权为他的乳娘 城市所造的 鲍恩寺塔 九城塔 那么在左证园 往西看的话呢 就是北市塔 境界眼中 借景完全界 所以我们苏州城 整个城市的 总体规划当中 在左证园和北市塔之间 是不允许造高楼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借景 这是一个典型的借景 然后我们还有富街 和养界 能够看到吧 这里是养界 我在这里 这是一堵墙 这是索泽园的中共 然后西幕 这个李良亭 我怎么看它呢 在下面往上看 这里就到了李良亭上面了 我要看中共 这两个 小的局部是借景 这个是养界 这个是富街 大的局部是对景 就是他往他这个角度 到他上面去 往这个角度 就是这样子 即使借景又是对景 然后对景 还有典型的对景 是左证园的琵琶园 这个是左证园的琵琶园 琵琶园里面 琵琶园里面 这里有一个亭 叫加石亭琵琶园 加石亭琶这个意思 然后出去 在 这里有一个亭 就是我这里望过来 在这个圆洞门的 跨入这个圆洞门 转过脸来 就望到的这个亭 就是他 就是他 有这个亭 然后出去以后 看他 就这个亭 叫雪香云味亭 我们看到 这个是春暮 五月 五月份 五月下旬 因为琵琶结果 加石累累 它是五月下旬的季节 这个雪香云味冬天开梅花 这几个 黄石甲山 就是左证园著名的黄石甲山 这个甲山呢就是 我们看到 《红楼梦》第十七回 《大观园》 《朱建成》 《贾政》带着一干人的 就是进入大观园 眼前就净显一座屏障 这个就是蓝本 我刚刚说过 曹雪芹的舅舅 曾经是卓春园的主人 所以曹雪芹 幼年时代在卓春园 生活过很多年 这个就是他的蓝本 《红楼梦》 《红楼梦》 有了这个屏障 它起到的是 郁阳心意这样一个作用 也是和我们原来的 影异文化相吻合的 然后这座甲山 它有五条道 整个有五条道 我们这里看到两条 这一条叫三角路 是下雨的时候走的 这一条是山湾路 是仆人走的 这条是山洞路 是小孩游玩的 这有两条山顶路 两条山顶路 就是主人 他在上面 这个山顶上面 有那个下棋啊 喝茶这种石头的设备 就是一般圆族的主人 是走这两条山顶路的 林波狼 左转眼的西部 我刚刚讲到水狼 林波狼一般都是一步换行 水 水是最变化无穷的 我这是同一条林波狼 就是不同的角度拍摄 我们看到林波狼的一步换行 同一天的拍打 就前后相差四五分钟 这个是由南望北 这个是由东向西 然后这个旁边是建筑 这个是由北向南 然后这个是站到狼里面 苏州园林一个特点就是一步换行 除了波狼 除了林波狼 其他很多都能一步换行 然后我们再看廷堂的光与影 我刚刚讲到了 廷堂它都不是主建筑 它都是配角 所以它相对来说 比较暗一些 但是它的窗林有很多变化 那么这个窗林变化呢 就是反映在光明上面 我们看到 这个非常漂亮 然后第二个我们讲流园 这个是流园的入口 非常小 为什么呢 我就刚刚讲到 苏州园林体现的是影异文化 它是不张扬的 不显山不漏水的 这个门非常小 但是进去以后就非常开阔 这个流园著名的灌云峰 瑞云峰和秀云峰 这个是灌云峰的两个姊妹 然后流园的水屑 叫活活地 在这个里面 门口就是一波瓷水 然后流园的石林小宴 就是这个都是一封独一 各种姿态的一封独一 流园著名的空窗井 它有空窗井 还有花窗井 它有空窗井 体现迹象变化 山茶花开满的时候 古墓交科四个字 是看不见的 我是等这个山茶花 全部都卸了 就是一朵的 我拍的这块 这块专系 然后这个是初夏 流园的迹象变化非常丰富 这个是初夏的核糖里面 以前点点小河 然后秋天的铭系 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智乐亭旁边的洪峰 冬天下雪以后 这个是往事园 就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月道封来庭 这个是月道封来庭的村井 然后月道封来庭的下井 我们看到碎莲 道封 月道封来庭的雨井 这是全国园林当中最小的一座桥 叫寅镜桥 和月道封来庭摇摇相对 月道封来庭的雪井 这个就是明仙的染本 电春营 一般来说 我们园林的花坛里面 都是种牡丹的 但是它不一样 因为电春 电春就是晚春 很晚很晚了 马上就要进入夏天了 所以它是种植药的 它不种牡丹 这个是往事园的梯云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罩 非常豪华 非常精致 窗前 那个亭前窗庚墓 这个 这个是一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在 在这个梯云市的北边 然后进入这个梯云市里面 拍出来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一块 这个景色叫做 亭前窗庚墓 然后地云市的光影 斜过去 窗庚墓是这个角度的正拍 斜拍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一部幻景 这是建筑的一部幻景 然后环秀山庄 环秀山庄最典型的 就是它的甲山 它的甲山是堆叠的 但是它堆叠 一点都没有堆叠的痕迹 它是清代 那个 碟山大师戈玉良的作品 我们中国的园林学家 陈崇周先生说 学园林者 如果不见环秀山庄的甲山 由如学谷诗者不见礼度 就是你学谷诗 你没有读过你来和住 就是它在住的人里当中 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甲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它这个是甲山的静观 侧观 仰视和复视 体现的千言万贺 然后最后 甲山尽头 是一个建筑 叫做半潭秋水一房山 蒼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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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四方亭 这个是典型的宋朝风格 宋朝以后慢慢地就出现了 六角八角和多角 宋朝是四个角 然后这幅对联很著名 清风名裂本无价 静随远山皆有情 这个是窗浪亭的外景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 就是 一波万青的景观 然后窗浪亭的光影 窗浪亭一共有这样的花窗 有一百零八扇 都是不同的 它的光影在冬天非常丰富 你在其他季节的话 植物比较多 体现不出来 就是冬天我们看到 树叶都落得差不多了 就落叶植物都落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长绿植物 还有比较稀少的时候 然后墙上的光影非常好看 这个是春节前一月份的照片 然后 蒼浪亭的狼也是非常著名 它既有爬山狼又有富狼 但是狼的光影 这个 这位老奶奶在那里坐到 下班还不走 我一直等她的 她一直不走 这是狮子林 狮子林的 甲山石 大多数都是一封独立 它是体现一个一个象形狮子 这个是九狮封 它是一块石头 上面可以有九个象形狮子 非常著名的九狮封 我们如果有机会到苏州 去狮子林的话 每次看到这个门口 都是排满的游客 这个九十丰的前面 这个叫燕雨堂 燕雨堂过去九十丰 排满的游客在那里排队 这个很早很早 我早晨七点不到 在开园之前 被称为食品洞天 有没有点像 有没有点像 各种食字 对吧 甲山王国 这是当自武会的 甲山王国整个 这个甲山王国 为什么 很多人说 能不能数有多少 数不清楚 因为它不同的角度 它真的会体现多头 那么 这是一个 我刚刚讲过 它在1342年 是佛教最新生的头照 所以它体现的是 很多都是宗教文化 这一大组里面 一共有九条道 二十一个洞口 体现的是九九归一 一种佛教文化 这是四子林的花篮屏 然后它的迹象变化 银杏 秋天的银杏 和春天的紫藤 易谱 易谱是文真明的后代 文真明的后代 文真闷所造的 文字家族 对苏州园林的贡献 是不可不量的 他们家七代人造了十七个园林 这个易土当时是叫药土 因为 中国古代传统就是玄虎济世 背着一个葫芦 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背着一个葫芦就给人看地 然后那个他当时就是 他一个药土里面 种植的药 他们家还懂你吗 最早是叫药土 慢慢慢慢地背后人 也变成了易谱 因为他有很多艺术的内涵在里面 文真明 他的长孙文正闷造了易谱 然后他第二个 这就是文正闷的弟弟 文正亨写了著名的长屋字 长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 包含了园林 古丸 收藏很多很多 就是传统文化的东西 非常著名的 一蜂则太华千寻 一勺则江湖万民 讲的就是古典园林当中 三 太华千寻讲的是太华山 一蜂 它一蜂就能体现太华山 一勺 一勺就能体现江湖万民 讲的是典型的古典园林的小中建大 一蜂就是这样带应 就是这样体现 一幅的天堂和门楼 一幅著名的双洞门楼 一般来说 我们在一定范围里 只能有一个圆门楼 有第二个坐上去就很难看 但是它是非常巧妙的 非常巧妙的 我在这个角度 它的门楼是这样子 换了一个角度 它又能够重变双洞门楼 著名的双洞门楼 偶园是近雍正时期 安徽巡抚神秉承 和她的夫人严永华 著名才女 两个人 偶园的格局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都是一边 就是东边 东边是这个住宅部分 西边是花园部分 偶园它是住宅部分 在中间东西两个花园 这个偶是通奖 就是队偶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家偶 家偶双层 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是联偶的偶 加那个桃子头 其实那个是错误的 就是这个偶 它是通奖 就是神秉承和严永华 这一对文人 就是非常相爱 就是双双推影 在这个偶园里面 严永华 而且有很多文学作品留下来 环雁哉 环雁哉 环雁哉就是 这个祖人 他的爷爷丢了一番端雁 找不到 很多年找不到 你知道孙子也 后来找到了 所以这个 环过来 这个这个这个 环过来了 这个里面 这个书法家写的 特别是写的这个雁 其实应该雁台的雁 他是把 孙子把爷爷丢失的雁台 找回来了 叫环雁哉 山水剑 这个是山水剑 他一个水屑 然后山水剑 这个是山水剑内部 非常非常漂亮精美的落地照 偶原的黄石甲山 是著名的蝶三角 蝶三是张南阳的作品 张南阳还有 还有那个著名的蝶三作品 就是上海玉园 上海玉园里的黄石甲山 花窗 他因为他名字叫了偶原 他很多东西都是对应的 这个是 这个是太阳 这个是这个花窗 体现的是太阳的变体 这个是月亮的变体 这个在东部 这个在西部 然后褪丝园 褪丝园呢 是清光绪年间 这个仁南生 他的原主叫仁南生 也是归隐以后所造的 它是带有一种自省的情绪 叫对而思过 比较著名的景观 他这个也是一条象形船 也是一条象形船 叫闹红一颗 颗就是船 为什么叫闹红呢 我因为正好春天没有去 他在五江春天没有去 春天的时候 他周围的花 全部都是红色的 非常热闹 所以叫闹红一颗 这是他的族 闹红一颗 非常小 这个景观 非常小 闹红一颗是他的租景 然后他比较著名的建筑 叫晚香楼 晚香是他的字 仍然是自晚香 所以晚香楼 是他的租房 慧客都在这里 那么我今天大致就讲这么多 就是苏州古典园林 在有限的空间当中 所创造的是一个视觉无尽的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 有这样一个环境 她不